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地淌水下来 小李就问 您好 家什么 车上的人也不开窗户 黑漆漆的一片 您好 请问家什么 小李敲着玻璃 车窗还是没反应 小李等得不耐烦了 转头就想走 这时候 车窗摇了下来 伸出来一只湿漉漉的手 抓住了小李的胳膊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凉 小李甩开手 回头向车内看 车里的男人目光呆滞 望着前方 浑身都湿漉漉的 旁边坐着一位女士 也是湿漉漉的 两个人都不停地念叨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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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心想 大夏天的冷什么冷 这两个人怕不是刚去什么河里游泳了吧 小李便耐着性子问 请问要家什么 男的目光看向了小李 眼睛一动也不动 九十五 加满 小李回头去拿油腔加油 忽然看见车里的人嘴上叼着烟 在打打火机点烟 你疯了吗 在这里抽烟 那个男人仍然不理他 一直在打打火机 可是就是点不着 小李这才看清了 那根烟也已经湿透了 你是耳朵不好使吗 不想活了吗你 听见这句话 男的便看向小李 瞪大眼睛对小李说 我想活 可是我出不去 这里好冷 小李心想 还是不要和这种怪人讲太多的好 油箱加满的声音响了起来 小李把油枪拔出来 盖上盖子 吾 并要塞给小李 说 都给你 都给你 我不要了 都给你 小李寄过来钱看了一眼 说 这太湿了 我去屋里问问经理能不能收 那男神情惊慌 什么都不管 就把钱往外扔 说 我对不起你 钱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你都拿走 小李一看着情况 觉得不对劲 便跑回去找经理 两人出来后 发现地上一地湿湿的现金 经理说 快报警吧 警方来了以后 一起看监控 可是监控上却什么都没拍到 只有小李 像疯子一样 在对空气比比画画 对着空气加油 奇怪的是 油枪也浮在空中 过了一会儿 便开始平白无故地往地上吊钱 警方带走了路向的硬盘和湿漉漉的现金 第二天晚上 小李看到新闻 是有一个卖假药的黑商带着老婆准备跑路 却在半路马家湾附近的桥上冲进了河里 两个人一块淹死了 车上有个大袋子 袋子里没有钱 那就是小李看到的那个袋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据说这是一则真实的事件 漆黑的午夜 一辆轿车开进加油站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按照司机的要求 给加了三百元的油 第二天早上 在这位工作人员上交一夜的现金时 突然发现三张民币 于是赶紧调出当时的录像 结果 在一段录像里出现的是 这位工作人员在给一辆纸车加油的镜头 当时这位工作人员脸色惨白 一身冷汗 随后就人事不知了 于是被大家送往医院救治 其实鬼怪之事存在与否 完全在于个人的信念 信则有 不信则无 拜神也只为求个心安理得 鬼怪之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罢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由优酷平台首播 上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那么多精彩就能够进行 但是这位工作人员在连接 我会想到这位工作人员的 请不加分构才能够进行